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做芦笋 那首先呢 芦笋买回来 清洗干净后 第一刀浅浅的给它去掉 因为前面这一刀可能不太干净 那如果你看到白白的呢 就是很老 你可以呢 把它再去掉一点 但是呢 不要去的太多 去的太多就浪费了 接下来呢 这一段呢 只要去掉皮 去掉皮它就会变嫩了 然后我们切滚刀块 那切到这里 留下整只 开水里先煮一下 水开芦笋下 水开后呢 转成小火 让它煮个两三分钟这样子 让它断生 然后呢 就给它取到冷水里 放进冷水里 过一下 这样可以保持它的颜色 那另起油锅 凉锅 我先放15克上下的黄油 我用的是含盐黄油 紧接着蒜一下 中小火 让黄油先融化 黄油滋滋滋的 是这样的状态了 蒜香也出来了 我们就芦笋下 续皮切块的也一起下去 这样慢慢翻炒 大约边炒个两三分钟这样 它外面的纤维就会落下 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始准备放一些盐做调料 那一点点就可以 如果你用无盐黄油就可以多放一些 最后赏上一些黑胡椒 那边炒到它软绵绵的了 就可以起锅了 这道菜好 至始至终不要用太大的火 太大的火它就容易焦掉 那今天这个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